为什么新皇帝会选择这样的方式 来报复当年狠心杀害母亲的父王 一个不受重视的妃嫔 皇宫之中皇帝拥有万千加厉 但能俘获天子芳心的人寥寥无几 许多妃子不得不日日爷爷孤独的生活迷失和争斗 不过最不幸的恐怕莫过于孝纯皇后流逝 不受皇上宠爱竟然还被皇上残忍地杀害了 孝纯皇后流逝为无情的丈夫孝顺默默牺牲 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悲惨的女性之一 万历年间为皇太子朱长诺举办了那妃仪式 陆氏被选入宫为女叔 从她踏入太子府的那一刻起 她的命运就仿佛早已注定 除非是太子妃子中地位最低的 万历38年1611年 刘氏为太子生下第五子 取名朱友简 尽管他为朱长诺连续生下好几个孩子 但他的头衔没有改变 刘氏嫌疏嫌疏 他唯一缺少的也许就是太子朱长诺的爱情 多年来他一直和丈夫在一起 但从没有得到真正的爱 得不到朱长诺的爱 刘氏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儿子身上 没有丈夫的爱 刘氏只好以自己唯一的儿子为动力 他认为朱友简是太子的儿子 也是皇亲国妻 长大后一定会在朝廷中占有一席之地 原以为他会因为儿子而有未来 但在万历42年 崇祯皇帝朱友简只有5岁时 朱长诺残忍地杀害了刘氏皇后 朱长诺也毫不留情地让人毁了刘的一体 匆匆下葬在云南省昆明市的西山 之后朱长诺更是严令宫内所有人 不得再提起此事只字不提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他的死亡细节在历史上没有记载 但许多野史都认为当时朱长诺暴怒 将刘氏逼上了绝路 或是朱长诺亲自动手 或者是朱长诺命人行凶 结果将刘氏活活打死 刘氏的死意只是朱长诺太子心中的担忧 因为他担心此事暴露影响他未来的继位 还对身边的太监宫女进行威逼利诱 警告他们不能走路半点风声 还对外谎称说是刘氏病死 并将他以宫人的身份埋葬在西山 然而在朱友简太子的心中 母亲的离去始终是一种难忘的痛苦 因为父亲残忍 连母亲的祭坛朱长诺都没有利 然后朱长诺继位后即位 改名为明光宗他阴叹得无厌 好色不顾政务而臭名昭著 明光宗虽然身体欠家 但依旧荒淫无度 结果他病倒了不久就去世了 仅在位29天就去世了 明熙宗朱友孝即位之后天启二年 公元1622年 他将祺利朱友简封为信王 朱友简的生母刘氏也因此被追封为贤妃 虽然朱友简成了亲王 但是殷其生母亲刘氏死得不明不白 他还是不敢公开去祭祀自己的母亲 只能悄悄向太监打听母亲下葬的方位 长期以来明思宗一直秘密 让人寻找母亲的坟墓 虽然很难找到 但他没有放弃 最后根据一个奴才的说法 他知道了母亲的下葬地点 明熙宗皇帝去世 享年22岁三代儿子都夭折 没有继承人 因此在国王去世之前 他留下了一个遗嘱 让朱友简成为一个继承人 这样一来从淑女的儿子不被重视 朱友简如今就成了当今的皇上 直到即位为帝之后 朱友简才敢公开尊任生母刘氏 并为母亲上市为 秀臣公义书目庄敬 皮天玉省皇太后 还将母亲的坟墓 从西山迁葬至 祈福明光宗的庆礼 朱友简成皇帝还命人画了 一幅穿着皇后服装的母亲画像 完成后这幅画挂在正阳门 最终朱友简给了母亲最高贵的地位 以弥补多年来的怨恨和默默的牺牲 最终朱友简介